哈囉大家好,我是蜀乔 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 一個我非常非常緊張的事情 可以看到標題 就是呢 我要挑戰吃這個 山羊辣雞炒麵 這個是 好像是韓國第二辣的泡麵 這個影片是和 Eva、Jenny、Abi、Semi一起合作的 所以呢,看完我這個挑戰呢 不要忘了點這個資訊卡 還有底下的資訊欄 都有他們挑戰的影片 就是不要忘了也去看他們的挑戰 因為我在拍這個影片之前呢 我就在網路上稍微搜尋了一下這個挑戰 然後我看 我沒有看了很多啦 我看了Catie的 然後看了 千賞的 然後看了月月的 覺得好像真的很辣 就是每個人吃到最後都流眼淚什麼的 就覺得好像很可怕 所以其實這個挑戰我真的非常非常害怕 我是一個喜歡吃辣的人 但是我不確定我能不能吃辣 喜歡吃有辣的東西 但是那種真的很辣的 我不太確定我能不能吃 所以今天我非常非常的緊張 但是我是一個很喜歡吃韓國料理的人 就是韓國料理那種天天辣辣 香香的 我就很喜歡吃 所以希望這個等下 讓我吃的不要太狼狽 那這個呢 我是在澳洲的亞洲超市買的 Jenry也是在美國亞洲超市買的 那台灣的話 你在寶亞就可以買到 那我就把它打開來看 它裡面就是正常泡麵這樣子 然後 這種韓國麵 就是都比較粗 然後煮起來會比較Q 我那時候拿到的時候 我有PO在我自己的FB上面 然後我的韓國朋友 就是韓國人的朋友 就留言給我說 他覺得碗麵比較好吃 就是這個也有賣碗麵 他說碗麵比較細 比較好吃 但其實我還蠻喜歡吃這種 粗的韓國泡麵 裡面只有兩個包 就是兩個調味包 一個就是它的辣醬 一個就是它的那個海苔還有芝麻 所以我接下來就要去煮麵囉 現在呢我的麵煮好了 那我就要來加它的醬料包 再加這個感覺很辣的辣醬 然後我想要先暗雲它再加那個芝麻 它聞起來是香的 聞起來就有辣味 但是香香的辣 我是真的非常的緊張 因為我把這個給我同事的男朋友吃 他說他吃到整個嘴巴都是 舌頭都是麻的 我就真的很緊張 接著呢我要加這個芝麻和海苔上去 接著呢我還準備了一顆蛋 因為我覺得應該要加蛋比較好吃 這樣子 就是我做好的山羊辣雞麵 然後呢我準備了一杯牛奶 因為聽說牛奶只辣嘛 所以我準備了一杯牛奶 我真的很緊張 我真的是沒有一個這麼害怕的挑戰 我真的很緊張 接下來呢就是要試吃看 我要吃囉 我發現我好像是一個不能吃辣的人 好辣喔 它一開始是甜的 然後後來就變辣 而且真的有一種眼淚要流出來的感覺 它很奇怪 它辣是那種喉嚨這邊會辣辣的那種辣 而且你一停下來就會覺得更辣 但是你吃進去的時候 吃進去的時候都沒那麼辣 但是停下來都是覺得好辣 因為吃進去的時候有一種甜甜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已經開始流鼻涕了 而且會有一種想要流汗的感覺 但是很熱 我覺得是好吃的 就是一開始下去會有點嚇到它怎麼那麼辣 但是久了就習慣了 可是真的眼淚已經開始要流出來了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這個辣是那種會讓你眼淚流出來的辣 吃到現在 就是辣度越來越辣 它是那種 越吃越辣的 尤其是你停下來的話 可是它是那種甜甜辣辣的 它不是麻辣 因為我不喜歡吃麻辣 我不喜歡有麻 真的我喜歡韓國那種甜甜辣辣的 吃完了 吃完了 好辣 而且 真的會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然後我的眼淚沒有流得很出來 我看越越吃是 一直 眼淚真的是滴下來 吃完了 嘴巴裡面的辣度還好 但是喉嚨這邊 比較辣 然後 就是舌頭 還有這邊就是有一種麻麻的感覺 我不知道其他四個人吃 是怎麼樣 但是 我也很期待看到他們吃的反應 記得要點資訊卡去看他們 吃這個辣泡麵 結論呢 我覺得它是一個好吃的泡麵 但是 如果沒有真的很餓很餓的話 我應該是不會再吃它 除非是我覺得它的醬料包 可能放一半 就會很好吃 不然真的有點 吃的時候有點痛苦 就是你會覺得它是好吃的 但是又覺得很辣 有辣到 那今天的挑戰吃韓國第二名辣的泡麵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 我覺得還好就是我的 生理現象沒有 越越這麼的明顯 就是 越越是整個眼淚已經流下來的那種 但是 我應該只是眼眶翻淚 但是我還沒有說真的要流淚的感覺 但是鼻涕真的要流下來 然後現在 舌頭和嘴唇都還在辣 它應該不能算是我吃過最辣的東西 但是它應該算是我吃過最辣 卻要把它吃完的東西 所以這是個挑戰嘛 那 不要忘了點資訊卡和底下的資訊欄 去看 詹妮、伊VA、西米、納比的 這個挑戰辣泡麵的影片 那今天這個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影片 而且那如果你還有想要我吃 挑戰什麼其他東西呢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講 如果我找得到、買得到的話 我就會去挑戰的 希望你會喜歡這支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 我每個禮拜二、禮拜五 晚上八點半最多片段 放新的影片 所以不要忘記要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見囉 掰掰 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試色 Too Faced的 Pinut Butter and Jelly 發生果醬眼影盤 還有他們的 Love Flush的 腮紅盤 那我之前那個近期的購物分享 這個影片去點去看 裡面呢 就有講說我買了這兩個眼影盤 這兩個盤 這兩個彩盤 其實那個